大家好,Chris,今天分享兩件事,英國租金一年賬9% 創有幾二六月內最大的升幅 倫敦平均升幅 逾2萬,很誇張嗎? 月租逾2萬,我想換算港幣 其實之前也丟了一個年節出來 格拉斯哥升多少,愛丁堡排第1,格拉斯哥排第2 然後曼茨斯特洪排第5,總之之前丟了一個表 今天分享文章,其實跟之前也差不多 另一件事就說這件事真厲害了,厲害的祖國 英國未來15年成長最快的歐洲經濟體 中國將2037年超越美國 哇,請故障 真是東升西國 大家是不是很溫暖和很開心呢? 所以你不用擔心,在港買樓 樓價只會直接上升 在深圳,廣州,哪裏都好 總之你買下去就可以了 所以你買了樓未 真的要買樓了 這個表告訴你 2038年,中國第1 美國第2 印度第3 日本第4 這個是不是德國 德國第5 第6就是英國 第7是法國 韓國第9 加拿大好像排第10 那你信不信他 信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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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 你問我,我也是信的 是不是 因為我們熱愛祖國 熱愛祖國 是吧 誰不愛的 哈哈哈 說這兩宗內文之前分享了一點點 有個聽眾 我一直問問Chris哥養魚的東西 其實我也不懂養魚 我真的不懂養魚 這就是我今天魚哥養的魚 我買了幾條錦鯉 幾條 也不便宜 我買了20多磅 今天買了6條魚 有兩條死了 懷疑他死了 我真的不知道 有四條金魚 有兩條是清徒夫 那兩條清徒夫一放進去就反途了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原來我的水溫太冷了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懂養魚 我完全是不懂養魚 聽他說放一個魚缸 風水魚 水溶一下 山水溶 所以 其實魚缸不是我買的 我的聽眾不知道哪裏 幫我找到一個 免費的魚缸 哈哈哈 然後 他是捉了兩條魚的 但是我自己就添了幾條魚 然後 因為他的魚缸就是只有魚缸 他又沒有熱器 又沒有雷水器 我又要買很多 他出了雞的都要出豉油 買一買一買一千多元 為什麼真的不覺得笑 所以 我不懂養魚 我聽了跟我說 他好像 想養這些熱帶魚 不是這個 買熱帶魚 他好像給了一張照片 我好像今天沒有準備 他那些熱帶魚 他又給了一張照片 我自己這樣說 我不懂養魚 我就是知道要有溫動控制 我現在才知道 所以他在那裏買個發熱器 我今天去那間魚餅 我今天介紹大家 去這一間店買魚 什麼魚都有 他真的什麼魚都有 有興趣 你自己走進來 我基本上 他是不是最大間 我不知道 但我看到魚的品種 都幾多下 我今天進去 真的都幾多下 他有了珊瑚 賣 就是那些珊瑚 剛剛開了張照 這個珊瑚 我不敢買 有些熱帶魚賣 也有珊瑚賣 我開了一些照片 這個金魚 還有金魚 還有一張 不是這張 我可能沒有 是不是這張 這個珊瑚 我看到它這麼貴 我又不敢買 為什麼 這個上面也是珊瑚魚 有些珊瑚魚 因為你看到 有九十磅 又八十五磅 又八磅 一千元買個珊瑚 買了一個珊瑚 一會兒我不懂得養 它死掉了 我就麻煩了 我真的不敢買 我真的學會了養 懂得調校溫度 還有調校它的 乾淨度 才攪拌 現在不敢攪拌 你看到別人的 真的很乾淨 我不知為什麼 我放了兩天 我有用濾水器 也是這麼粗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 我老婆叫我明天開一個濾水器 看看會不會好一點 我也在想為什麼會這麼粗 哈哈哈哈 所以我現在不敢攪拌這麼多東西 不攪拌這麼多東西 但我看它做完出來 真的挺漂亮的 即是如果你 好像伊章維麗 你看它又有珊瑚又有魚 也OK 不要放那麼多魚 放那麼多 放得多 你知道 吃得多 吃得多 水會逐 我都不敢買那麼多魚 所以 夠了就算 是的 有興趣 你們自己去選擇 有人去那間店舖 也有大間 是的 我死於一兩條青毒枯 我回去跟他說 他就跟我說 我的水太冷了 就說水溫要去多少 多少多少 叫我禮星期五再去 立即退錢給我 是的 那我就說 OK呀 鬼佬做事 光光真真 我半個小時買 半個小時前來買 半個小時後我已經死了 我還是回去跟他說 我還要他給你一條死魚 我的天吻 不是 我的水溫太冷了 真的不適合 在說內文之前 其實這件事我之前都分享過了 我今天不常說 為什麼 之前我找了個表出來 說 我們這部升幅第一 加勒斯哥排第二 跟著 萬治斯特排第 第三年題 沒有什麼 總之 有興趣看回之前那一集 說 英國租金 今天不說了 總之是這麼說 自己買樓那是幫人租樓的 確實 永遠都是 我為什麼有時候 某個KOL 說 前三四個月 收鎖時買樓 我還說他蠢貨 事實來的 不是Kris哥存罪 說真的 當然如果你說 沒有錢買樓 沒辦法 不怕死落地 但是有錢買樓 一定要買樓 為什麼我說他蠢貨 我不是笑咬他 是直接串咬他 不是笑咬他 那麼簡單 串 串 為什麼呢 很簡單 你一年租層樓 我當你一萬 一萬元 好嗎 一年你就要付 12萬 是不是 兩年你就付24萬 我現在住了三年 他住了兩年半才買樓 二十四萬 二十四萬 再加多半個月錢 就是 變了二十六七百萬 差不多成三十萬 租樓的成本成本成三十萬 你買層樓都是二百多萬 你傻傻傻 這幾年 幫人家交了三十萬 那你是不是蠢貨 你不是蠢貨是甚麼貨 是不是 為什麼 有錢不買樓 真的是蠢貨 錢是貶值的 亦有些聽眾問 以前 Cris哥 在這裏 我講加拉斯哥 五萬多磅的樓 周圍都是 多得你不願意 多得你不願意 我還說那些樓 怎麼買 適合八頭禮住 哈哈 現在 現在你找五萬多磅的樓 你真是挺難 哈哈哈 千變值了 大哥 個個都引銀子 開著目擊 不斷抗印 沒辦法 老闆 所以 你欠了幾年買樓 你就要買貴一點 好像那時買獨立樓 23萬磅 現在我想要25萬磅 是這樣的 所以 這些不說了 各位今天的論文 第一句 最厲害是我的祖國 最厲害是他 說到他自己2038年 排第一 大家知道甚麼 彭博 根據新 長期預測 英國未來15年 歐洲表現最佳的 經濟體 縮小 與德國之間差距 並擴大於法國領先優勢 英國的商業中心 預測 到2038年 這段期間 英國GDP 將會在 1.6和1.8 還有其他 保住全球 六大經濟體的地位 周二發佈預測 英國將會擺在 持續數年的脫勾 或者疫情 或者通商 等一系列的衝擊 造成經濟委屈不振 自金融危機以來 英國經濟一直 生產率 提高佛力 近年 因為還會出現 勞動力供應的問題 導致英國央行 未來幾年 成長前景更悲觀 再說 長期的全球經濟排名 英國經濟 增出跑贏 歐元 四大經濟體 法國 德國 意大利 西班牙 但比不順美國 英國經濟基本仍然 非常強勁 他所說的 我都不知道真是 高級經濟學家 表示 倫敦作為 金融資訊 資訊服務中心的地位 將經久不遂 加上整體英國服務業 廣泛有優勢 將會推動英國成長 指出英國脫歐對於經濟影響 要被誇大 甚至未得到充分研究 這間 經濟資訊機構 預期中國在2037年會超越美國 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系 發展中的經濟 追港發達經濟體系推動GDP 再翻一翻 2038年 意大利將會跌出全球十大 被韓國取代 美國和德國的排名 將會下滑 印度巴西這兩個人口 中多個發展中的 排名將會上升 整個案件完了 我不知道能否幫到你 也好有增長 起碼人家當然是人工 哈哈 即是反過來想 今天先講到這麼多 我剛剛才回家 現在晚上8點 都是忙的 最後一段貓片 大家記得按LIKE 頂兩下廣告 拜拜 兩下廣告 作詞 谢谢观看